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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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Satori 結束了一整天在淡路島的行程 我們搭車到了神戶的五子站 現在要從五子搭車到住籍 我們今天晚上要坐六甲人工島 所以我們從這邊搭配到六甲人工島的車 這條線是通往六甲人工島的主要交通工具 才用無人駕駛的方式運行 我們搭到了島中心 這邊有寫我們要住的Hotel Plaza 哇 那是一棟美術館 哇 那是一棟美術館 咦 我們要住的飯店就在這棟美術館的後面 大力水手的餐車 以前小時候我在看他動畫 他會吃菠菜 他肌肉變超大 四個美術館在展色鉛筆的藝術作品 他畫得好像真的 好厲害喔 這裡的路處啊 有點矮欸 高一點的人頭應該會不會撞到欸 可惜我還撞不到 也不夠高 不夠高 我們今天要住這一棟飯店 怎麼覺得他看起來很像辦公大樓啊 對 好像商辦 這些罐洗用具要自己拿 他有蜂蜜紅茶跟神戶紅茶 竟然可以在飯店裡面採草莓 太酷了吧 他們還在申請專利 他的頭好大喔 這隻大頭龍 看一下 我會這樣去跳 其實從車站應該可以直接到這裡欸 我們剛才走外面是在繞圓路 難怪他官網寫說 走三分鐘就到了 結果我們走了五分鐘 因為我們走外面 晚上要在他的十一樓吃BBQ 他才在賣寶可夢卡的機器 這樣子就可以買了 這裡有一個連身進間衣櫃 我們這次是選兩張單人床的 房間看起來蠻舒適的 冰箱裡面有兩瓶水 就這個地方最亮 因為他上面沒有燈 外面長什麼樣子 人工島的海景 我發現這個島上有蠻多高樓層的住宅 這邊居民應該也還蠻多的 窗戶的下面就有一個緊急出口 它其實是有一個小陽台 只是你平常是不能出去的 哇還蠻大的 浴缸 馬桶 跟淋浴間 一應俱全 今天是星期五 我們住的這間豪華雙人房 和BBQ晚餐跟早餐 總共是兩萬六千五百九十日圓 我們房間看出去的應該是日出那一面 所以另外一面這邊是夕陽 我們晚餐的十一樓吃BBQ 這好漂亮 這是什麼美術館還是什麼 不是 這是辦婚禮的地方 還有寫 這裡嗎 對 從這裡 我們在人家辦婚禮的地方吃BBQ 他只有兩桌耶 就我們跟隔壁有一桌耶 昨天還打電話 跟我們確認今天要吃的時間 因為說要先幫我們生活 他說生活要花一點時間 對 半包場的感覺 對 因為只有兩桌 一定要吃喝到飽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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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這裡 我們來這裡 我們的肉送來了 雞肉、豬肉、牛肉都有 還有很多菜 喔 你怎麼知道雨 今天雨下降了嗎 今天雨下降了 但是這邊的木下 我們現在的廟棄 也有在廟棄 但是廟棄 也有在廟棄 甚至廟棄 瞬間變得好夢幻喔 看起來好好吃 而且它還有蔬菜 先放雞肉 我們把皮炒下 它是好大一塊喔 好大片 很大片的雞肉 乾杯 裡面還有玉米脆片 超好的鮭魚 像前菜的概念 怕你在烤好之前太餓 謝謝 我有雞肉可以吃了 可是它的炭火很大 一下就把皮烤碎了 好好吃 把麵包也放下去烤了 剪小塊一點比較好吃 在隔壁桌還沒來之前 我們就是一個包場的狀態 隔壁桌的炭火感覺已經稍微有點久了 它現在非常的酥脆 麵包果然還是需要回烤的 所以你們看我每天早上都在烤麵包 謝謝龍哥幫忙烤肉 香港烤焦了 我剛剛要誇獎你說你烤的肉都很好吃而已 甜點也是要自己烤的 烤棉花糖之後把烤好的棉花糖 跟巧克力一起夾在餅乾裡面吃 喔 看起來蠻完美的 把他很多都流出來了 我們兩個都覺得這個意外的還蠻好吃的 我們到旁邊結婚用的小教堂來看看 剛才我們去問服務人員說這裡能不能進來 他說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這真的就是半婚禮的地方 晚餐的食材都很好吃 氣氛也滿分 是一次很棒的烤肉體驗 我又洗澡才發現 浴室洗手台旁邊有一個放大鏡 超貼心的耶 這間飯店的睡衣是我喜歡的兩件事 從旁邊窗戶可以看夜景 下面那棵樹 點燈的樹那邊 就是我們剛才吃飯的地方耶 早安 現在是5點20分 看到躲在雲後面的太陽 過了20分鐘 太陽完全升起來了 左營的萬年紀的時候有去過 對 我還記得買了一杯三粉圓 我以為一杯可能最快30塊 就要跟他售50塊 那時候打光時間一小時不到100惹 那時候聽到螫蟹 在那裡 我在那裡 在那裡 是他們自己從這邊種的吧 在那裡 那是他們自己從這邊種的吧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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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用水 切成 非常好 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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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蜂蜜是從蜂巢滴下來的 光是我的就已經擺那麼多了 等一下龍哥只有一點點的空間可以放 我拿的這個是台灣的小籠包 不知道好不好吃 廚師現做的歐姆蛋 我覺得它有點太深了 蛋液整個都流出來了 沙拉的蔬菜已經全部都被拿完了 所以我只裝到番茄 等一下再去裝菜 這兩個蛋糕啊 是它一樓的蛋糕店的蛋糕 烤牛肉我忘記加醬了 不要加一點醬 那我沾一點醬 為什麼它是那麼大 它烤牛肉還蠻好吃的 應該先吃這個小籠包 讓它冷掉 它好乾喔 小籠蛋糕 調味還不錯 但是皮太硬 然後裡面太乾 早餐的種類很豐富 可惜味道沒有特別突出 一樓蛋糕店的清風蛋糕很好吃 今天我們會帶來的小籠包 今天我們會帶來的小籠包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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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光臨 喔 那我們昨天真的繞了一大圈 對啊 而且桌裡面比較不會那麼熱 這裡也是一間飯店啊 這是喜來燈 在車站裡面看到一台賣魚的自動販賣機 都是條例過的魚 這條線子站不多 我們現在是在アイランドセンター 然後最後一站是マリン Park 車站旁邊有一個可以玩水的地方 我們走去海邊看看 有一間神戶國際大學 旁邊是一整排的椰子樹 旁邊有一艘船 好幾個人在這邊釣魚 這裡禁止釣魚耶 那是好幾個人在釣魚 應該是餐廳 坐外面這個位置離海超近的 海景第一款 這邊如果夕陽的時候來看應該蠻漂亮的 夕陽然後配上這個椰子樹 那種異國風情 我覺得這邊還蠻寧靜的 人還蠻少的 旁邊還有六甲人工島小學 我們搭車到住址去 旁邊的窗戶超酷的 它有時候可能經過民宅吧 的時候會突然間整個變霧 我們去到職業 我身下秋冬 新的店 我們要走哪邊啊 這邊吧 我們剛才從六甲人工島搭出來到駐吉站 在駐吉站轉車搭到山宮 然後我們要走到這邊封建基的館這附近 就是北野藝人館 你是不是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 我之前是跟我朋友一起去的 超久以前了 我上次去的時候只去了兩三個館而已 我想說今天去之前沒有去過的館 它有很多館嗎 它館很多啊 我之前去封建基館跟紅黃之館 我們爬了一個坡上來 繼續走 我上次來的那個時候是還沒有智慧型手機的年代耶 這時候到底是怎麼找到路的 我們來吃這一間 聽說它的千層派很有名 這一棟也是傳統建築物 在外面的露天座位感覺還不錯 但是現在太熱了 它最有名的是這個草莓千層派 可以單點也可以加飲料 它還有三名字 飲料從這裡選 草莓的法師千層派 它超大一顆的 這是錯覺嗎 我覺得我的草莓變大顆 真的嗎 你看 我看 我應該是錯覺 我看你看我這一顆 它好像有稍微大一點 我們切得好漂亮喔 它的餅皮還有配很多杏仁 最超級香的 它中間的內餡有一點橘子的味道 有一點酸酸的感覺 真的很會切耶 這很好吃 它是小貴 真的是還蠻貴的 我記得以前我們台北上班的時候 去吃PO的 我們以前是拍 超貴的 兩百多塊吧 大概是這個的一半左右吧 然後我也記得很難切 直接用茶子擦就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去的第一間 BEN OIE 有這三館的共通的套票會比較便宜 我們就到這三館 然後全都賣了 每天都賣了 每天都賣了 各地的三館的三館 我們要去三館的三館 對 我們要去二人 對 本來就是 撮影 我們要去拍照 照片就好嗎 照片就好嗎 我們買了三館共通的門票 我們買了三館共通的門票 外面的這隻貓咪 外面的這隻貓咪 好像受傷了 我們從BEN OIE出來了 他在往裡面看耶 他在吃熱熱食物 這隻貓咪 神戶的公車 最前面這個館 陽館長屋 我們來第三間 英國館 好 乔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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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側面看發現櫻果館好好認喔 今天熱得超誇張的 空間機本舖 我記得我上次來的時候超想吃這個布丁 它比較有名的應該是這個起司蛋糕吧 結果三個館我們就逛好久喔 我們逛最久的是英國館 因為英國館還可以穿福爾摩斯的衣服 在走回車站之前我想要先去見麵包店 走到麵包店了 我可以坐在這裡吃 麵包全部都放在那裡 然後你跟店員點 他們會幫你拿 現在都在嗎 買到麵包了 這裡竟然可以量身高 這樣看得出來有多高嗎 五尺 二吋吧 你剛講五尺還有嚇到 我沒有賣 五尺二到三吋 151加6點多或加7吧 我158 對啊 差不多 你也來量 好 我們回家吧 我們走回山公站 龍哥上次去出差回來買了這個 焼辣米 這是今年才賣的 應該很多人都沒有吃過 可是它倒立也不會掉欸 這是假的嗎 這真的是冰淇淋嗎 我們要搭到一彈機場 4點15分的車 現在4點就已經蠻多人在排隊了 就是這樣的 決心 面前 我們大家的 au 是在北航之下 一旦 找了這間 在四樓的餐廳 鰃肝機場限定的餅乾 什麼是這間店限定的 焦糖的千層書 這個也是焦糖的粉感 這應該是一丹機場的吉祥物吧 要看著就覺得好涼爽 我被水噴到也覺得很涼 我們晚餐吃這一間 在機場四樓展望台旁邊的餐廳 很像手會風 龍哥的紙巾跟我的不一樣 我們點A course 義大利麵跟披薩從這裡選 餐店好有藝術感喔 我們先乾杯 我們兩個的前菜還是不一樣的 我們可以一起吃 這個是起司 豆漿做的起司 這個是蛋豆腐 冷的 有點像蒸蛋的感覺 豆乳做的起司 吃起來超級爽口 我們選了肉的披薩 它是長方形的耶 裡面有蛋 蛋還是番茄的醬汁 看起來很像蛋耶 還是番茄醬啊 義大利麵選了番茄的麵 因為龍哥他說他現在有點餓 所以他加大加了兩百元 它這個是派皮耶 這很好吃耶 你覺得很好吃嗎 我覺得有一點點香 派皮好香 是我們很喜歡的口味 因為你喜歡吃酥酥的派啊 披薩啊應該算是肉派吧 肉派肉派 非常好吃耶 我覺得不是兩千元套餐可以吃到的登記 你給予高度評價 對啊如果再來一次我應該還是會點那個肉派 展望台旁邊的鋼琴 好像小朋友畫的 很童趣 蘇達良的臉看起來好祥和喔 機場裡面竟然有老爺爺起司蛋糕 我們搭第一個七點半的飛機到羽田 我們回程同樣是買家獨的特價機票 從一單飛到羽田 單乘八千日圓 大概飛一小時十分 上次來神戶已經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還好那時候有拍照留念 才不至於毫無印象 光靠大腦實在記不了這麼多回憶 這也是我喜歡幫旅程跟生活留下紀錄的原因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支影片見